第六节 我们这两个星期的话题都是出路 这一节我们讲得再宏观一点 跟阿Wing讲一下 就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之下 我们又如何装备自己 现今我们身处的世代是什么世代 我们大范围一点 宏观一点的我们全球一体化 在拿资讯各方面 沟通方面 我们都是全球一线化 一条线通了 又或者你听我说第三样 可能会觉得 这些东西来说 气候极端化 其实再再会影响着 在地球上生存的生物 就是说如果我们 我将这三样的统称加上 叫做新革命 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不要自尋短见 是自尋出路的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如何去 不要只是抱残首决 不要抱着旧脑袋 去迎接这个新革命 其实我刚巧得这么巧 其实我也写了一本书 那本书所说的 亦是希望说出路 是年青人究竟未来的世代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想的就是 二三十年后的那个世代 而今时今日你考试 是否要100分 是否这个七复不清晰 这些其实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 有适当的技能和特质 是被你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未来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大的 包括这个第四次的工学革命 3D printing很多CPS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会出现 究竟你是否够准备得到自己 去做这件事 这是很重要的 而香港我期望的 就是有更加多的一些 叫做软技巧 soft skills 的一些training 软技巧 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要一个出路 怎麽为远技巧 譬如说解难的技巧 解难技巧 解难技巧可能很多人就说 你怎样去找答案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找答案 是怎样去定义问题 怎样去理解问题 那你就会更加懂得 怎样去找到答案 是可以解决到 因为答案永远有很多 是不一定是中的 只是一个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开始明白了这一点 譬如英国有推出一个Studio School 是开始推进 等于我们几十年前的VTC 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职业的训练 在芬蘭很多人标榜 是世界第一的一个教育 它有45%的人在14岁的时候 就决定自己走着这个专业的路线 即是走着那些职业训练的路线 但它又没有结果的 即是没有一个绝路 可以回到传统的学校 而大家不会觉得好的学生 就去那些传统的学校 然后不好才是没有这件事 而是纯粹是按自己的兴趣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永远 你会看回 我建议大家多看一些自转 自转 这个很重要 不同人的自转 你会发觉 所有的人是成功 是因为他有毛鼻的激情 他对着那些毛鼻的激情 不做就不行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而你相信 我亦都相信所有的成功或者结出 是有无数的进步 一步一小步 一小步一小步 我们说的delta 就是有少少的进步 最佳一个坚持所发生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坚持多多的失败 是去经历那些失败 然后才有一小步一小步 是可以去累积到自己的认同 是是是 还有开阔自己的眼界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看得到 是有很多的解决方法 还有学知识 其实根本 就是课室是其中一个位置 但是世界上有更加多的方式 网上有无限的 比如TED 这个Cosra 这个ADEX 有这个Carn Academy 有很多很多这个MMOC 就是自己学习的方式 甚至乎有些是你可以拿到一个Degree免费 就是每一样东西你要学 其实很容易 好 要珍惜这些资源 是确复自己的眼界 你就觉得未来其实是很多出路 是 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好 多谢你 多谢佩波 多谢老师 加油香港创办人兼行政总裁 不介意我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办 由绝处走出生出来 好吗 我都希望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好 多谢你 下星期再和大家说你关心的话题 下星期再见 下星期再见